重回意外現場 局部所及 到處都是店家身材工具 殘骸碎片散落一地 爆炸威力連一樓遮雨棚也被炸落 現場只能以一片混亂 滿目瘡疑形容 究竟這起氣爆威力有多大 看看原本停在加工廠前的機車 氣爆時被噴飛到好幾公尺远 不難想像 瘡快整個攻死的 攻死整個氣爆的力量 整個都炸開了 攤商忙著整理現場 除了受損最嚴重的天赫羅加工廠 一旁的麵包店 還有對面的肉松店 和甘蔗攤也都受到波及 光是要整理好 也要花一天時間 生意看來不用做了 但不幸中還是有大幸 然後整車上面都是碎玻璃 都是從氣爆現場 噴上來的 多歸平日開了小發財 幫忙擋住碎玻璃 讓這位在加工廠對面的魚販 毫髮無傷 氣爆發生後 消防隊也隨即在現場 架起封鎖線 火警技術小組也馬上進駐 要找出引發氣爆的原因 根據初步研判 應該是瓦斯連接管系太長 造成氣體外洩不易察覺 最後被引爆 只是看看整個市場 像加工廠這樣大量串聯瓦斯鋼筒 連接超長管系的店家 應該不只一家一起氣爆 也點出市場潛在危機 藉王祥林 李洛珍 嚴禁宇 SG小組 台中報導